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介绍一下攀升教程的攀升函数基础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课程提纲 第一小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关于函数的基本概念以及编写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做两个关于函数的定义和调用的例子 除了第一个简单的定义一个函数以及使用 那么接下来做一个寻找序列的交集的小例子 也是定义一个函数 首先我们先来看函数的基本概念和编写 先来了解一下基本概念 函数是对程序逻辑进行结构化或过程化的一种编程方法 那么简单的说就是把一些语记集合到一个部件里面去 那么这个部件我们能够不止一次的在程序中运行 也就是要重复运行 可以说呢它是能够将整块代码隔离成一个小单元的方式 把重复的代码放到函数中 而不是进行大量的拷贝的一种手段 也可以说呢函数就是一种设计工具 可以让我们将复杂的系统分解成一个一个可管理的元件 那么函数呢还能够计算出一个返回词 并能够改变作为函数输入的参数 而这些参数呢在代码运行的时候也许每次传的都是不同的 啊那么下面呢有一个关于函数相关的语句和表达式 例如说一个函数的调用 那么调用的时候呢就是直接一个函数名称小括号 后面跟着呢就是里面的这个参数传递的参数 那么还有def return等等这些语句 那像def呢就是用来定义函数的 那例如说我们定义一个add的函数 括号传递的参数传递一些相关参数 我们还可以给它返回一个计算后的结果 return呢就是返回 那么globe语句 globe语句呢就是定义变量能在全局范围使用的 我们后面呢会详细的再介绍 还有lambda的方式 这都是在函数那个定义的过程当中使用的一些相关的语句 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在panion里面呢在编写一个函数的时候 需要我们先了解一些主要的概念 首先呢def这个关键字也是一个语句 它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def呢是可执行的代码 当我们的程序我们的panion程序碰到def语句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它的作用 就是创建一个函数对象 那我们来看这个def是可执行的代码的解释 panion的函数呢是由一个新的语句边写的 即def就是一个创建函数的语句 那么这个def呢是个可执行的语句 也就事先呢函数对象并不存在 直到panion运行到了这个def关键字以后 它才被定义出来 那么在典型的操作里 这def语句呢在模块文件中编写 并自然的在模块文件中 第一模块文件被第一次被导入的时候 生成定义的函数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只有在导入模块 那模块中定义的函数 才会被生成对象 所以它是一个可执行的语句 是执行的 那么第二点 def创建了一个对象 并将其复值给某一变量名 那它的运行过程是这样子的 当panion运行到def的时候 它将生成一个函数对象 并将这个对象复值给这个函数名 就像所有的复值一样 像我们声明一个变量 然后不需要去特别的声明 直接使用 在对对量进行复值的时候 那么就产生一个引用 函数也是这个样子 函数名呢 变成了一个函数对象的引用 那函数呢 也可以通过lambda表达式来创建 那第三点 return语句 return语句呢 是将一个结果对象 发送给调用者 那当函数写好的一个函数 被调用的时候 其调用者停止运行当前的代码 直到这个函数完成了所有的工作 函数呢 才将控制权返回给调用者 那么函数呢 如果有返回子的时候 就是通过这个return语句 将计算后的一个表达式的值 也就是返回的结果 传递给调用者 那么返回值呢 就成为函数调用的结果 也就是return语句 后面跟着那个表达式的值 就作为函数调用的结果返回的 第四点 函数呢 是通过复值传递的 也就是对象引用 在pansion里 参数呢 是通过复值传递给函数 也就是使用对象引用 那么改变参数名呢 并不会改变调用者中的变量 变量名 但是改变传递的可变对象 可以改变调用者共享的那个对象 所以呢 这一点要注意 也就是在函数里面 通过复值传递的 也就是通过对象引用传递的 第五点 glob语句 glob语句呢 声明了一个模块级的变量 并被复值 那么glob这个语句呢 就是这个作用 在默认的情况下呢 所有在一个函数中 被复值的对象 是这个函数的一个本地变量 也就在函数内部的一个局域的变量 并且呢 仅在这个函数运行的过程当中存在 出了这个过程运行完了 这个变量就不存在了 那么为了分配一个 可以在整个模块中 都可以使用的一个变量 在函数里呢 就需要用glob语句 将这个函数 将变量呢列举出来 所以呢 要前面加上glob 意思呢 也就是我们声明的这个变量 是整个模块中都能用到的 第六点 参数返回值 以及变量并不是声明 在参数里面 没有类型的约数 也就是我们声明变量 不需要管这个类型 我们复值什么 复的值是什么类型的 就是什么类型的 那在函数中呢 也是如此 实际上呢 从一开始函数就不需要声明 可以传递任意类型的参数给函数 函数也可以返回任意类型的对象 其结果呢 就是函数常常可以用在很多类型的对象身上 也就是说我们写一个函数 可以用到支付串上 也可以用到整数上 甚至可以用到这个列表上 那任意支持兼容接口的对象呢 就都能使用 无论它们是什么类型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df语句的格式 那我们在定义函数的时候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有返回词的 一种是无返回词的 那么无返回词的格式就是 先是关键字df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函数名称 名称后面紧跟着的就是小括号 英文半角的小括号 在一对小括号的中间呢 就是传递的参数 这个参数的个数呢 可以任意写n过 n多个 那么每个参数之间呢 用英文半角的逗号 先隔开 接下来定义这个结构 首行结束 加一个冒号 那么在冒号后面的 或者是这个下一行 有硕计块的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函数体里的内容了 所以函数体里的内容呢 就根据硕计块的这个界定范围 来决定写多少行语句 那第二种是有返回值的 有返回值的前面的这个首行结构是相同的 冒号之后的内容 也就是函数体中的内容 可以写任意多 最后要有一个 return语句 当然这个return语句不一定是放到最后 但是碰到return语句了 也就意味着这个函数将执行完成退出了 而且会返回一个表达式计算后面的 return语句后面跟着的表达式的结果 Panson的我们看下面这段解释 Panson的return语句呢 可以在函数组体中的任何地方出现 也就是在函数里面的前面后面都可以 你也可以加判断 根据某一种条件 然后决定返回什么 也就是停止 那么它表示的含义 就是函数调用的结束 并将结果返回给调用处 哪里调用的就返回到哪里去 那么return语句包含一个对象表达式 这个对象呢 给出函数的结果 return语句是可选的 也就是可有可无的 有就变成有返回值的 没有就是无返回值的函数 如果它没有出现 那么函数将会在控制流 执行完函数主体时结束 从技术角度来讲 一个没有返回值的函数呢 就自动返回一个none对象 而这个值呢 往往就是被忽略掉的 那么passion的df语句 实际上呢 就是一个可执行的语句 当它运行的时候 它将创建一个新的函数对象 并且复制给一个变量名 因为它是一个语句 所以一个df呢 可以出现在任意语句 可以出现的地方 甚至在嵌套的其他语句上 所以呢定义的函数 实际上就是一个语句 那么当执行到df的时候 就会创建一个函数对象 那么欠套在其他语句的格式上 打一个比方 写个ifl试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判断条件 if 如果这个测试条件成立 那么我们就在里面定义一个函数 func 至于函数体里的内容 我们就自己定义决定怎么样去写 如果前面的条件不成立 我们可以执行l试里头的 在l试词句里面 我们可以把这个函数呢 再以另外一种方式定义 也就是说 我们的函数体里的内容呢 可能会不同 那么最后我们在调用的时候呢 就会根据前面的不同的测试条件 来决定这个函数体中 执行的内容是什么 这是这个函数的定义 叫def定义函数 它可以放到欠套的语句里面 也可以放到这个模式机 放到模块里面 那么它是经过在 程序执行的过程当中 碰到了def 这个函数才会被 创建出来 才会被执行 是所以说呢 def是个可执行的语句 既然是语句 就可以放语句出现的位置 你可以放到欠套的语句里面去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动手来学习 学习一个最简单的定义一个函数 然后我们再去调用一下 打开开始菜单下的 Penzen 2.6 下的idre 单击打开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idre里去定义一个函数 然后调用 在这里 首先呢 先定义一个函数 def 空格 接下来是函数名称 那么我们这里呢 就取个名字 就叫times 这是我们的函数名称 在函数 名称后面紧跟着的呢 就是一对小括号 要英文半角的 在英文半角的小括号里面 就决定传递的参数 如果有参数 就在这个小括号里面传递数据 没有的话 那就空着 那我们这里头有参数 传一个x一个y 要求传两个参数 接下来是冒号 就是后面呢 就是我们的函数题里的内容了 回车 在函数题里呢 我们就简单一点 我们先学习定义一个最简单的 传过来的这两个x和y 我们假设 可以去执行一下相层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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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信号 y 那么这个x和信号 y 如果传过来的xy是数字 那么它就是乘法 如果传过来的xy是这个字符串 和一个数字 那么也就意味着呢 现在是一个字符串 重复几次 那么像我们这种写法 就根据传递的类型的不同 会产生不同的变化 然后这就是定义函数 回车 再回车 我们这函数就定义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当前的这个 idre下可以去调用它了 直接调用 times 然后我们先给它两个数字的来进行执行 r和4 那么我们这个函数呢 有返回词 写了一个return语句 那在函数题里面呢 碰到return语句就结束了 而且呢 会把这个return后面跟着的内容 一个表达式计算出来 把结果返回 那么在我们这里调用的时候 就会把2和4 按照这个函数里面的这个结构 把它进行相乘 乘完了以后 把结果给我们返回 我们在这里呢 就会看到2和4相乘以后的 即等于8 显示为8 那么同样呢 我们也可以既然是返回的 有一个返回词 那么返回词呢 我们也可以放到一个变量里 比如说我们生命一个变量 x就等于times 去调用我们的函数 这次呢 我们用3.14 乘以式 逗号式 回测 再来看一下x的值 结果呢 是12.56 这是数字的相乘 在函数的调用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把返回的结果 存到一个变量里面 那么同样呢 如果我们要调用函数的时候 传的呢 不是字符 不是数字 传的是一字符串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调用函数 然后第一个参数 给了一个字符串 叫ni 那么第二个参数 给一个数字 这个时候呢 它就变成了ni 试词重复的一个字符串 返回字符串 那么要写的是错掉了 第一个给的是一个字符串 第二个给的还是字符串 这里呢 就会报错 类型的错误 没有办法进行 一个字符串 跟另外一个字符串的相乘 只能一个字符串 跟另外一个数字 这样的表达式的结果呢 会计算出来 那这是函数的定义和调用 我看这段解释 那么 那X和Y的意义完全取决于XY的对象类型 同样的函数 在两个不同的这个调用的实例执行的过程当中 第一个是乘法 数字的 下面是乘法 而在这个字符串传递的过程当中 还是呢 会将某一对形在某种语法的合理性交由对象自身来判断 那实际上这个信号在针对正在处理的对象的不同进行了随机的应变 这种依赖类型的行为称之为多态 这种方式 根据不同的类型进行不同的这个计算 这种方式呢 就叫做多态 那么实际上在判施里面很多操作都是多态的多态的这种操作 Printer Index 信号操作 还有很多 这实际上呢 是有意而为的 并且从很大程度上算作是这门语言的简易性和灵活性的一个表现 那么作为函数 它可以自动的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对象 所有类别的对象类型 只要对象支持所预期的接口 那么函数就能处理 也就是说呢 如果对象传给函数的对象有预期的方法和表达式操作符 那么他们对于函数的逻辑来说呢 就有着记他记用的一个兼容性 即使我们这个最简单的这个函数 任意任意两个支持信号的对象呢 就都可以执行 无论它是哪一种类型 是我们第一种方式两个数字的 还是第二种方式 那个给一个字不串加一个数字的 但是除此之外呢 如果传递的对象不支持这种预期的接口 就像我们传了两个字不串 第三种方式呢 传了两个字不串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信号就不知道怎样去计算了 那如果呢 传递的对象呢 不是这个我们预期的 预期想象的这个接收到的对象的这种接口 那么Pansion呢 会在这个信号表达式运行的时候 检测到错误 这里就出错了 并且呢 抛出一个遗藏 因此编写代码错误呢 进行检查是没有意义的 实际上呢 这样呢 会限制函数的功能 因此呢 这会让这个函数 限制在测试过的那些类型上才有效 这也是Pansion呢 和静态类型语言 比如说C++和Java 自关重要的一个根本的不同 在Pansion里面 代码呢 不应该关心特定的数据类型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么代码将只对编写时 你所关心的那些类型有效 对以后的那些可能会被编写的兼容对象类型呢 并不支持 这样呢 也会打乱代码的灵活性 大体上来说呢 我们在Pansion里面为一个对象编写接口 而不是数据类型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呢 是寻找序列的交集 也就是说呢 从两个序列里面去找它们重复的 那么我们之前呢 也有做过这种类似的例子 就是循环里面套着循环 然后我们去或者是用了循环里面去因 去那个测试 测试某一个对象是否在另外一个对象里存在 那么像这种这个经常会用到的去搜索交集的这种过程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负循环封装到一个函数里 那么这种做的 把一个寻找交集的这些做法 循环里测试的这个做法 封装成一个函数 有它自己的好处 首先第一点 把一个经常会用到的一段代码封装成函数 可以让它能够成为一个想运行多少次就运行多少次的一个工具 那第二点因为调用者可以传递任意类型的参数 那么对函数来说 你可以寻找其交集的序列都是通用的 你可以对列表进行这个交集 你也可以对这个支付刷都可以 只要是序列我们就都能用 所以呢 它可以变成一个通用的 第三点 当逻辑由一个函数进行封装的时候 也就一个算法进行封装的时候 如果一旦需要修改重复性的任务 只需要在函数里进行修改就可以了 那就不需要在整个模块 甚至于整个程序上去搜索 也就是说我们改动的范围会非常的小 而代码的重用性非常的高 第四点 在模块文件中编写函数 意味着它可以在被 被在电脑中的任意程序来导入和重用 这还是来提高我们的重用性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定义一个寻找交集的函数 继续在我们的IDRE里定义 DF 函数的名称 交集 INTERSECT 这是我们的函数名称 那么接下来括号 传两个参数 SEQE和SEQR 至于它们是什么类型的 我们这里没有限制 冒号 只要是两个序列就OK了 接下来函数体理的内容 在函数体理我们先定义一个序列 RES等于一个空的 创建一个空序列 接下来我们就要对传定进来的两个序列 一个是SQE和SEQR 对这两个序列参数进行这个循环 第一个 循环 SEQE 循环的过程当中 拿出来的每一个元素就放到X里 因 循环的对象是SEQE 冒号 那么在循环体理我们就判断一下 如果拿出来当前的这个元素 X 在 SEQR里面存在 也就是这个测试条件是成立的 得到的结果是处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就把它当前的这个X 放到RES里 RES呢是我们前面声明的这个 序列的对象 那么通过调用对象的 APPEND的方法 将当前的 测试成功的X放进去 好 那么接下来 后退回去 后退到跟这个Full平起的位置 也就是Full循环结束了 如果Full循环结束了 我们就把搜索到的结果 都放到了RES 我们就把它返回 Return Return RES 这里呢就把这个 搜索到的交集的对象 全部都放到序列里 然后把它返回 我们的函数就定义完了 回测 再回测 定义成功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来调用 调用一下 首先呢我们先准备两个变量 一个是支付串1 一个是支付串1 SE 里面等于大写的SPAM 这是第一个支付串 支付串呢是一个属于不可变的一个序列 所以既然是序列 我们就可以用前面定义的这个序列的交集 收索函数 来去找一下两个支付串当中重复的对象 S2呢就等于 SCAM 那我们看到了 SE和S2里面有三个支付是重复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调用 调用这个交集对象 调用它 算两个参数 第一个呢是SE 第二个是S2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 得到的是一个序列 这个序列里面呢 第一个元素是S 第二个是A 第三个就是M 好 这是普通的调用 那么和所有的pansion中的函数一样 我们这个写的这个交集 这个搜索这个重复的交集的这个函数 也是多态的 那也就是说呢 它可以支持多种类型 只要是 可以进行这个测试的 循环测试的 这个 执行这个 可以执行负循环的都可以 那么这次呢 我们就再调用一次 并且把调用的结果拿到 放到我们的一个变量X里面去 这次我们还调用交集函数 在函数里面传递两个参数 这两个参数呢 我们就定义两个匿名对象 是序列 其实我们传的是序列 就不是支付串 一 二 三 第一个序列里面有三个元素 是三个整数 一二三 第二个序列里面是 一和四 两个元素 那么这里头重复的 我们看到的只有一个 就是一 那我们把这个重复的这个结果 放到了一里面 看一下X里面呢 就只有一个元素 是一个序列里面的一个元素 一 那么我们给了不同的类型的对象 执行的这个结果 也是可以运行的 对于我们这个函数来说 这就意味着呢 它是一个多态 对不同的类型 都可以执行这个搜索 跟这个传递的具体的类型 就没有直接的关系了 那么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我们还有一点知识要了解一下 那就是说 在这个交集的函数当中 在这个函数里面 里面的这个RES变量 在攀神里面呢 是被称作本地变量 这种变量呢 只是在这个DF内 也就是这个语句当中 在这个语句内是可见的 在函数运行的时候是存在的 那么实际上 由于所有的在函数内部 进行复制的变量名 都默认为本地对象 所以呢 这个函数内的所有的变量 就全部都是本地变量 RES呢 是很明显的被复制的 它是个本地变量 那么参数 这里面的这两个参数 SEQ1和SEQ2 也是通过复制被传入的 所以这两个变量呢 也是整地变量 在复循环里面 再将这个元数 负责给一个变量 所以这个变量X呢 也是本地变量 所有的本地变量呢 都会在函数调用的时候出现 函数退出的时候消失 那么整个这个函数 末尾的return语句 这个return语句 返回结果对象 但是这个变量 这个RES却消失了 那么具体的 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 会详细介绍 这里呢 我们就简单的了解一下 在这里面定义的这些 使用的这些变量 都是本地变量 只有在函数运行的过程当中 它才存在 函数运行完了以后 它就不存在了 例如说我们在这里 打印了一下RES 现在是已经运行完了函数 你在看到的时候呢 就是认为 这个是没有定义的 RES这个是未定义的 好 这个呢 我们就简单的了解一下 那么关于这节课的 函数的一个基本的基础 函数的基本概念 和最简单的定义和调用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再见